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千涵 今天台股受到美股 昨天重挫的影响 今天出现了戏剧性的下跌 最后收跌了450点 那么接下来的盘式 到底该怎么观察呢 马上来请龙哥来解答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志龙 那昨天加全指数的带量 撒破低点之后 网上做了一个收脚 收了一个长红给棒 原本说认为说 这个是一个止跌的讯号 有机会开始这样 慢慢来去往上收复季限 但是结果今天又跌了一个400多点 所以盘面上的怎么变化 其实我们不用去预设那种立场 只有在盘中的时候 你把你的部位给调整到位 那事实上我们在昨天的时候 有特别跟大家做一个叮咛 它只是一个反弹第一天 反弹第一天 我们部位还不用放得太大 那只要什么 只要站稳16900点之后 这边行情才有机会怎样 去往上挑战这个季限 甚至挑战这个前波高点 那为什么16900点这么重要 因为这个点位是怎样 前波的区间下缘 虽然16900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站上之后也开始这样 收复了颈限的一个支撑区 所以请大家记得一个怎样 在还没有站上一个关键价位之前 在没有重新形成上升轨道之前 请各位投票就不用急着放大你的部位 那我们昨天也有跟大家聊过 反弹第一天考验着大家的基本功 什么样的基本功呢 就是有一些股票如果反弹上来 它的产业基本面已经不对的话 那这边你还是怎样反弹要先站在卖方 所以在震荡的过程中 是让你找 是让你怎样大部队去做一个调整的 边找寻机会 然后边讲太储一些 已经不能再上场去打仗了 请他们这样告老还乡 虽然这个震荡的过程中 请大家就是照着这个点位去做一个调整 那很多人会问说 钟哥美股没有在跌 那台湾到底在跌什么了 那昨天我们听到联准会谈话之后 钟哥突然想通了 那当然这个理由是我们事后给的 盘面上的变化 你还是照着当下的一个情况去做调整 那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其实昨天联准会有提到 他要开始怎样准备这个缩表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要缩表 就这样看到他的消费是趋缓的 那造成什么样进行 这个资金会开始加速流入到这个美元指数 加速流入到美元指数 你可以看到美元指数 要开始去往上这样 往上去创一个新高 那消费趋缓 这边对新兴国家的出口 就会开始造成一定的影响 所以美国这边开始怎样 在收割这个新兴市场的韭菜们 来去为他的债务 去做一个解套 所以接下来的行情 大家要特别小心 小心什么 会不会形成一个骨汇双砂 那目前来看的话 新台并还没有出现一个重饼的进行 这一幅我们先前一再跟大家强调 钱没有汇出场外 还parking在场内 那还parking在场内 资金行情的尽头会到哪边 其实不用去预设那个立场 这些股票 不好意思 这些热钱呢 也是在等待一个第一阶的机会 所以这边众哥认为 你可以这样提高你的警觉 但是也不用这样 这边就是认为说 这个行情已经没有了 我们提高警觉 然后边走边调整 因为如果这边 美股又 这个费的又突然说 我不说表了 我甚至要加码购债 你会看到消费趋缓 又或者是Delta病毒 又在这边对这个疫情的造成一定的冲击 那我这边不说表 又加码购债 那这边你不就晕倒了吗 虽然我们这边就是这样 提高警觉 边走边调整 不用去预设太多立场 那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恐慌指数 恐慌指数今天有涨上来 但是你也可以很明显发现 它仍然是在一个区间范围之内 在区间范围之内 你跟众哥讲说 行情要崩的话 那众哥这边真的是打一个问号 因为如果真的要崩的话 至少会像五月五月初那波一样 BIS往上是做了一个飙涨 而且是一天就涨了三四十趴 一天就涨了五十趴 那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还没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就要提高警觉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其实从这一万八千点 我们就依序跟大家提到 一万八千点 一万七千六百点 一万七千四百点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季线位置 如果有跌破的话 你要怎样 依序缩减你的部位 缩减你的部位 甚至是保持着一个空手状态 那如果你有照着这样子做的话 相信你目前讲 高现金所谓低持股部位 那这样的心情 其实你会讲比较轻松自在 其实交易你要保持着一个平常心 不对的时候破线先砍总没错 那为什么前波量会这么少 其实主要是因为什么 大家都套牢了 大家都舍不得砍出来 所以量才会这么少 那其实众哥看到 有些投资朋友来找众哥持股诊断 亏了三十趴 亏了四十趴 众哥其实也是蛮心疼的 因为那个都是大家的一个血汗钱 所以当这个不对的时候 请记得亏损在5%或10%的时候 不对就是先砍 因为宁可错砍 也不要让你的亏损扩大 因为当你的亏损扩大的时候 下一把机会来的时候 你的本金要从哪边来 人家说投机也要早一把米 投机也要一把米 所以请记得千万不要搞丢你的本金 那刚刚我们听到16900点 所以接下来三天会非常关键 如果说接下来三天 站不上16900点的话 行情回测疫情的地点 几率就很大了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跟大家提到 你要强反弹 可以 这种哥也是蛮喜欢强反弹的 但是部位请不要放得太大 大部队的资金 请等到重新站回这16900点 重新形成一个上升轨道的时候 那这样我们看到 有哪些个股 我们应该要先避开呢 其实我们在7月21号 说是在5月底的时候 就跟大家提到面板股这个产业已经拜拜了 那当初我们跟大家提到这个驱动IC 会跟着面板一样 跟着往下回挡 那家训指数这一天的回挡 只是加速驱动IC 回到它原本该有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天悦今天是往下重挫 敦泰也是往下重挫 其实我们就成功的帮大家避开了这一段风险 那这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调 风险的一些有杂硬的产业 你还是要避开 你还是要找出什么 能见能爱的产业 但是这些产业说实在 大盘跌到这边 众哥也还看不到 接下来要往哪边去做 做一个布局 只能从技术形态上面 回测迹线或是回测运线 来去找寻一个布局 因为回测迹线 回测运线 有机会带来一个反弹 所以短线上我们先打带跑 至于说盘面上的一个主流 什么时候会开始浮出随面 众哥会持续帮大家讲 去追踪盘中的一个 资金流向的一个变化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锁定 众哥Lighter跟Telgren 众哥会在上面 及时的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Tapion 这边还不是你放弃的时候 因为当你放弃的时候 希望就来了 因为行情总是在绝望中诞生的 我们一起好好加油 以上谢谢 谢谢龙哥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最新消息 欢迎加入龙哥的Lighter跟Telgren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